小时候看不懂成人后才发现三毛丛军记藏了这么多隐喻与暗讽 如果皮哥说32年前的电影三毛丛军记90%的观众压根没看懂 你敢相信吗 很多人从小就看过这部影片对电影中的各种桥段至今还记忆犹新 它还是六公主的心头爱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播一遍 那么一部普通的儿童片为什么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漫改电影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它是迄今为止尺度最大隐喻最多细节最丰富的黑色幽默电影 今天皮哥将竭尽全力逐针分析电影中那些暗藏的细节和隐喻 同时片中困扰大家多年的那些谜团我们也将逐一揭开真相 三毛最后到底死没死 三毛既然有机会为什么没有参加新四军 影片最后三毛流着眼泪说完了又有什么特别含义 相信我接下来的每一个字都会颠覆你对这部儿童片的一切认知 电影开篇导演张剑亚就给出了三毛从军记发生的故事背景 演之缘字幕跑完后是一段伪纪录片式的战争场景 日军的飞机正肆无忌惮地轰炸我国的国土 随后画外旁白连用二十个非常时期来解释 1937年中华民族到了非常威望的时刻 非常时期的国际法非常时期的国防建设 这段描述其实并非导演编造历史中确有此类记载 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出版了张真选著的非常时期之诗歌 全书共108页收录了89首诗歌 涵盖对于非常时期政治经济金融粮食等众多行业的评述 整部诗歌的措辞本身就十分滑稽 跟当时的时代形成鲜明的对比 也在开篇就点出了三毛从军记细血幽默的电影体制 紧接着大人物在非常时期发出了非常号召 要以无数的无名华盛顿来造就一个有名的华盛顿 要以无数的无名岳武木来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木 这段话在历史上没有真实出处 但却奠定了三毛从军记中 三毛对当兵报国这件事的不懈坚持 岳武木成了贯穿整部电影的精神象征 而这句讽刺意味最强的是 将从美国来的华盛顿放在了岳武木之前 我们能直白地感受到 当时中国在国际上是怎样的地位 中国人又是怎样的地位 关于这一点 后面三毛和师长的对话中更为直白 我们后面再说 正片开始就是一段黑白默片风格的影像 穿着破衣烂衫的三毛挤在人群中东张西望 随后接上两个日本人的出现 吸引了他的兴趣 三毛开始模仿日本人走路 在周围人的起哄下 又拿起拖鞋准备砸过去 日本人突然反应过来 瞬间秒怂的三毛将拖鞋扔向了另一个方向 恰好砸中了巡警的脑袋 巡警慌张地站起身来 挥舞着警棍一路穷追不舍 最终将三毛抓到手 这一段明显模仿了卓别林的默片风格 一方面是幽默编排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有对时局背景的另一层暗喻 卓别林艺术生涯的巅峰创作戏 恰好横跨一战和二战 导演使用卓别林标志性的默片风格进行处理 似乎打通了第三面墙 迅速将观众拉入那个年代 这段默片情节过后 三毛从军机的故事也正式拉开帷幕 街头一位军官正在征兵 他浓眉大眼身形健壮 但一开口却是女子声音 手上的动作也很显眼 不停拍打着未来士兵们的后背胸肌 嘴里高兴地喊着不错不错 可见当时的国军部分阵容 空有军容骨子里却是另一副面孔 军机如此荒唐 那矮小瘦弱的三毛能够入股 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这里注意看巡警的反应 他发现三毛跑了后 连拖带拽将三毛拉下征兵台 嘴里还阵阵有词 前面的话是一句俗语 因为古人众文轻武 所以当兵并不是一件多荣耀的事 但在民族威王之际 这话竟然还在流传 侧面反映了当时国人的思想 有多么愚昧 至于巡警说的丘巴 其实就是兵字的拆开说法 在当时形容混吃混喝的兵痞 和三毛一起参加征兵的老鬼 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入五拿响银 打仗了再跑路 之后换个地方 继续参军循环往复 可他这次运气不好 还没开口 就被征兵军官识破了 但最后老鬼 还是和瘦弱的三毛一起 顺利进了军营 为什么 前线需要人 只要你能扛枪凑人头就行 于是我们看到 画面上一秒 还是新兵训练踢正步的场景 下一秒 镜头中却出现了一群 叽叽喳喳的鸭群 两个画面的对比 十分幽默 看得不少观众哈哈大笑 实际上影片这里 就是带讽刺 当时国军拉来的撞钉 几乎都是赶鸭子上架 练练正步 学学开枪 就被派上战场 这里还有个值得注意 的人物形象细节 这位负责训练的军营长官 额头竟然是一块突出的方形 看着十分怪异 其实这既是还原漫画形象 也表现了人体 由于缺钙缺乏维生素D 而引发的颅骨软化 或者再延伸一层 当时的很多国军军官 骨头偏软 军营训练这一大段 几乎是三毛个人的喜剧独绝戏 踢正步跟不上节奏 练刺刀 自己也扎进了草原里 扔手榴弹还误炸了长官 就连吃饭都赶不上趟 这边长官吃得太撑 已经松开了裤腰带 那边老鬼端着 满满一大碗饭吃得悠哉悠哉 只有三毛 在几个饭桶间来回转 又却成不到一厘米 当国军军营开饭时 导演将镜头一转 对准了一群垂涎欲滴的日本政客 随着餐盘揭开 一个上面写有英文字母 China的蛋糕出现在眼前 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一象征着当时 中国版图的蛋糕形状 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大公鸡 而是秋海棠叶 因为彼时是1937年 外蒙古还没有正式独立 而秋海棠叶 正是民国时期 中国将域最鼎盛时候的样子 随着政客们 手举刀叉一拥而上 这张秋海棠叶也很快被瓜分殆尽 象征着帝国主义列强 对民国的肆意践踏和瓜分 在政客们对着蛋糕大块朵仪时 三毛和老鬼也上了战场 老鬼只想着混日子 心眼小的他 就连打开烟盒取烟 还要偷偷躲着别人 三毛却真是想出力的 我们看三毛拉铁丝网时 他前胸后背都有很多道划痕 因为他专心 裤子还被铁丝扯坏了 注意这里还有一个情节 很多人至今没看懂 挖战壕的时候 时部突然传来命令 所有的壕沟再挖身一尺 三毛的脸上写满了困惑 经验丰富的老鬼一语道破 打起来你就明白了 这个桥段实际上并非导演杜撰 在历史真实中 广西省的抗日将领林亚西 就曾在对日作战中 用过这种战法取名板凳战术 简单来说 我军在战壕里踩着板凳 对敌人进行攻击 当日军占领战壕后 因为身材太矮 只能傻眼 等着吃手榴弹 抗日战争中 陈庚大将也曾用过这种战法 当时军队中还流传着一句 人不离邓 邓不离人 这段戏结束后 也来到了全片名场面 上海名园 劳军慰问演出环节 台上一群美女穿着暴露 还搭配了鱼网袜黑色高跟鞋 在水台上跳着勾人的舞蹈 看着看着 长官们胸前的望远镜都翘了起来 军官的望远镜 本是战场上侦察敌情之用 这里却成了 窥似漂亮明媛身体的道具 国军前线的香艳 和日军轰炸后的炮火连天 形成了鲜明对比 讽刺意味直接拉满 除了画面的讽刺外 导演在这段的拍摄手法上 还借鉴了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 而背景音乐 用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单单这几个镜头 就能看出导演扎实的 电影基础知识 以及前卫的艺术理念 但三毛对这些慰问的名媛 并不感兴趣 反倒是之后的京剧 看得他双眼发直 这里导演也让月武木 首次以实体形象出现 再次唤起三毛金钟报国的雄心 他幻想自己就是月武木 穿着戏服手持刀枪 将来番的日寇斩杀殆尽 带着这一枪热血 三毛很快踏上了真正的战场 可迎接他的却是猛烈的炮火 若不是钢盔保护脑袋早就开了花 再看看一旁的老鬼 这番上战场他却没有逃跑 甚至团长的牺牲 还彻底点燃了他的斗志 导演也在这里 让他的满腔怒火 有了非常具象的体现 老鬼就在这一刻开始觉醒 老鬼这个人物 其实是整部影片 琢磨最深的一个角色 往大了看 老鬼其实也是当时很多国人的缩影 面对国难早期麻木不仁 后面看到越来越多同胞被涂害 自己的良知也逐渐被唤醒 这种情感 导演也通过艺术的手法 做了具体描绘 一条被日军炮弹炸熟的鱼 竟然开口说话了 用尽全力吐出六个字 画面是荒诞戏谑的 情感却是真实流淌的 这种情感的蔓延 也促使三毛和老鬼 在松户会战中加入了赶死队 这场抽签戏里 三毛和老鬼两个人的人物心理 并不相同 三毛一心盼着加入赶死队 但他只是出于偶像崇拜 内心并不懂什么是国难 但老鬼懂 他曾多次临阵脱逃 民族威王是大人物们的事 自己和老娘只要不饿死 就得过且过 但现在日军的獠牙 一刻不停地 滴洒着同胞的鲜血 他知道自己已无处可躲 所以他抽中了千后 默默撕碎了千纸 面色沉重 双眼勤泪 随后喝壮行酒时 老鬼再也按捺不住 将内心所有的压抑 全部宣泄而出 娘 此苦忠孝不能亮全 儿子这一次不能静孝了 弟兄们 弟兄们 兄弟是本地人 加油老娘一喝 死一去九死一生 日后 每位弟兄路过我家 替我给老娘 磕个头 我这儿 多谢 酒碗重重地摔碎在地 老鬼的内心也释然了 只留下一句 先走一步 饰演老鬼的演员 魏宗万曾透露 导演张建雅 为请自己演这个角色 不惜在自己面前下跪 魏宗万这两分钟的表演证明 导演这一跪绝对值 之后赶死队的突袭 再度回到影片戏谑的风格上 三毛想了一个主意 赶死队轻松拿下炮兵阵地 胜利也握在手中 百姓欢欣鼓舞 蒋介石亲临嘉奖 这段虽然也用了默片的风格 但其镜头语言里的力度 可不输前面任何一个镜头 一场战斗的胜利 应该当成是一场战役的胜利 这是抗战时期 蒋介石的惯用手段 通过宣扬和夸大战果的方式 营造国民政府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 《三毛从军记》中 扮演蒋介石的是 著名特型演员孙飞虎 所以你看 这明明是部荒诞电影 但方方面面又挺严肃的 为了表彰三毛的功绩 大人物蒋介石和三毛握手拍照 可摄影师为了拍马屁 让三毛将锦旗高高举起 直至摸过头顶 最后 本是一次战事表彰大会 却成了大人物的个人秀场 三毛的出镜 就仅有区区三根毛而已 这才是那个年代深深的悲剧 成了英雄的三毛 没有得到什么实质嘉奖 他等来的是一直调令 直接去师部当差 对大头兵来说 这无疑是一次出人头地的机会 但对三毛来说 却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 战斗英雄三毛 变成了师长家的用人 这所谓的民族英雄 不仅要给师长 添茶点烟 给师长夫人洗内衣裤 还要伺候小少爷 拉屎擦屁股 但这也没办法 伺候师长也是为抗日出力 如果偷懒 那就是汉奸卖国贼 这里的剧情 恰好跟劳军演出时候 国军长官的姿态承接了起来 师长的生活极尽奢靡 前面吃紧 后面紧吃 师长夫人还用搜刮来的 明治明膏 大肆挥霍搞外遇 少爷就像地主家的傻儿子 也加入到了 七福三毛的大军中 许多观众也在这里看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似懂非懂的道理 这句道理出自偷情的师长夫人 三毛 我跟你说呀 有些事情呢 该看的看 不该看的 你就不要看 给你看的 不看也得看 不给你看的 看了也没看 明白吗 嗯 是 哪里 伺候在师长身边 三毛也看到了很多国军长官的难处 日军就在附近 那这场仗 要不要打 国军现在进退两难 不打吧 是难以扶民进 打吧 很可能 损失 疲乏 师长为此伤透了脑筋 愁眉不展下 喊出三个字 见脑筋 三毛听吧 赶紧给他脑袋结上一圈铝条 看着像电机形剧又像医疗器械 这个场景看似魔幻 却来源于真实 他的实物就是个铝合金散热器 戴在头上感觉冰冰凉 挺舒服用来缓解头疼 这么个忽悠人的玩意儿 却在国军高层十分风靡 申报上还有他的大幅广告 广告这么些 安迪生式见脑器为德国发明品 特殊合金所致 轻巧柔软 戴在头上极雅观 可自由工作 不仅如此 这玩意儿还打着爱迪生的旗号 在当时一个要四块钱 邮费四毛钱 可谓是天价 虽然用了见脑器 但师长半天只憋出了两个字 太逸 之后就沉浸在酒会温柔箱里 这场舞会也是让人惊掉下巴 我们能看到 舞会男女的头上都戴着防毒面具 事实上 当时松户会战中 因中国军队反抗激烈 日军使用了戒子毒气弹 本该用于战场的防毒面具 却成了后方的调情工具 最后 前线战败 上面找师长背锅 罪名是延误军情 师长只有自杀一条路 但自杀之前 他和三毛进行了一场灵魂交谈 我问你 我大还是司令大 司令大 那么司令大 还是委员长大 委员长大 那么外国老大 还是委员长大 外国老大 那么得了 谁是小把戏 我是小把戏 你也是小把戏 我们都是小把戏 师长畏罪自杀 但在宣传中 却被塑造成了 殉国的民族英雄 所以看吧 媒体是可操控的 舆论是可引导的 师长出遍 排场不小 曾经的属下全部出席 民族魂三个字被高高举起 三毛在 师长光果旁哭的梨花待雨 可师长夫人 却自顾自地补装 师长儿子还拿起了 桑棒当玩具 葬礼完毕后 保姆三毛转岗 继续上前线抗战 这场发生在村子里的狙击战 拍得滑稽有趣 各种弹簧石头 转动楼梯的道具 都被用上了场 女性角色的出场 也丰富了人物群像 2003年 冯晓宁拍摄的 举起手来中 很多场景都对此 进行了致敬 随后断络中 有两个意味十足的 虚幻场景 第一个是三毛幻想 和救下她的女孩 男更女之 安稳过日子 第二个是 新四军出现 以《杀家帮》里的舞蹈 为意象 展现当时我党领导军队的风貌 看完这段 不少观众都有个疑问 三毛为什么没有加入新四军 为什么不跟着我党打鬼子 其实章节的标题中 导演就点出了三毛的处境 这一章叫半梦半醒 一半的梦 是对老婆孩子热炕头的 朴素向往 但这种向往 在那个年代 其实是一种典型的 小农意识 几乎不可能实现 而一半的醒 意味觉醒 代表着三毛革命思想的萌芽和觉醒 半梦半醒 说明了他 既没有完全放弃过去的 朴素向往 也没有完全觉醒出革命意识 他依旧是对当时的 正统政府 国民政府 对那个旧时代抱有幻想 依旧做着 个人成为 月舞墓的春秋大梦 所以 三毛是不可能参加新四军的 因为当时我军的理念 是解救民众疾苦 并非有名无名的 月舞墓 个人功名那一套 理念的不同 是本质原言 这一点导演也在最后做了交代 三毛从军纪 最后的历程 在皮革看来 其实是一种致敬 三毛和老鬼奉命 空降敌后执行任务 却与队友失散 等了八年 过成了如毛淫血的野人 老鬼说 八年了 别踢他了 实际上 这段经历应该是带 致敬中国远征军 从热带雨林的环境看 老鬼和三毛 应该是入免作战的一员 1942年3月 远征军入免发起 颠免路作战 前后歼灭日军三万余人 远征军的历史 仅有三年时间 但老鬼却说八年 八年既指八年抗战 也是在以远征军 一时混乱的口吻 导出出国作战的不意 远离家乡 在人际罕至的 缅甸丛林作战三年 跟度日如年也没什么区别 电影最后 抗日战争胜利 却再次成为了 政治人物的狂欢 普普通通的小人物 小厥刺小把戏 三毛就连宴会入场 也挤不进去 看着蒋介石身后 那个巨大的V字形 三毛陷入了沉思 之后他出现在了 一片大分场之中 画面呈现给我们的 视角形状 恰好也是象征 圣灵的V字形 可这一个个十字架下埋葬的 全都是无名的岳无墓 有名和无名 其实都是大人物们赋予的 一个无名的大头小兵 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变成有名的岳无墓 三毛的幻想 在此彻底破灭 即使到了影片最后 导演也不忘 讽刺一把当时的现实 有没有发现 所有士兵的坟营上插的 全都不是我们中国习俗中的墓碑 而是西方语境下的十字架 这是导演在整片中 最后一个隐喻 作为无名的岳无墓 三毛最终的归宿 可能也是这一方小小的坟营 可即便是已经死了 也摆脱不了 帝国主义列强 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 活着 活不出个人样 死了也无法认足归宗 这就是当时 吃人的社会 也是战争状态下 救中国的现实 所以 电影最后一个镜头 三毛从真人变成了漫画 眼角垂下一滴泪 口中哀叹出了两个字 完了 他的故事也成了几笔肖像画 人人可以翻阅 人人可以笑谈 初看三毛从军记 觉得这是一部 搞笑拉满的儿童片 但现在人至中年 再看三毛从军记 才发现里面讲的 都是血淋淋的历史音乐 你我不是三毛 你我又都是三毛 历史给予我们的 可能并不是真实 而是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历史 在时代的洪流中 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 我们都是三毛 我们都是小把戏 对 我们都是小把戏